小光点画廊最近在永和一家咖啡馆举办画展 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生长艺术家 像是从事油画创作的谢美荣就是一位口族画家 每次作画都必须用嘴咬着画笔慢慢完成 小光点画廊是由生长画家李佳美所创办 他期待透过线上画廊与画展 能够让社会大众看见生长艺术家的努力与才华 一位一次铁伤口族画家谢美荣脊髓受损 从此下半身瘫痪 双手食指也几乎无法弯折 只能靠着轮椅行动 人身跌落谷底谢美荣数度有亲身念头 他说没想到自己连自杀的力量都没有 我或者只能造成家里人的负担 所以我会一直想巡视 但是真的是找不到路 看我手也不会开 就是一瓶药打不开 那你给我一把刀我也不会拿 那如果说吹到大楼那个矮墙边 我也爬不上去 真的是寻死多无路 既然死不了那就努力的活下去 接触绘画慢慢改变了谢美荣 这一浮浮的油画 就是谢美荣用嘴咬着画笔 一笔一笔所完成 而2017年 谢美荣更因为预见了样式生长艺术家的李佳美 就由她所成立的小光点 献上画廊找到自信 卖画很难耶 你一个小女生能够做什么 结果这样一路下来 我就觉得她 她付出了真的很多 然后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当然我们在画画中 我们自己也疗愈了自己 那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辛苦 患有先天壮行海洋性瓶写的李佳美 每个月都必须定期书写 从小喜欢绘画的她 对于生长画家的困境感同身受 因此她在去年成立了小光点画廊 透过网络办画展 帮助生长艺术家行销创作 为什么会触发小光点画廊的原因是 有一天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课 看到旁边有一个成古发育不良的同学 他们画画真的是用尽全色力气 一笔一笔这样刻出来的 可是在老师的眼里 成绩都是不及格的 然后可是我看她画作 依她们的这样的能力 她是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标准 去衡量每一个绘画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没有美丑 没有正常跟不正常 就跳出框架的艺术艺朗 李佳美期待小光点画廊 能够协助生长艺术家 用自己的力量为生命奋斗 让社会大众都能看见他们 一笔一画为生命彩绘的希望 记者声评成本期 新北市采访报导 我们在绝对的观点栏 并非随意评论 实际上 我现在想说 准备